而一连串的社会消息 首先再来看到玉里镇三名里长 蔡富贵最近就发现 玉里镇地区有多达十多个路口的反射镜 疑似招人以空气枪 力气破坏 严重影响到了用路人的安全 原本光滑完整的镜面 变成坑坑巴巴凹凸不平 这是通往伦山村 以及立山村路口处的反射镜 三名里长最近发现 有多达十多个路口反射镜 疑似招人以空气枪力气破坏 影响用路人通行的安全 旅长说真的很伤脑筋 反射镜设置的地点 几乎都是有视线死角路口 反射镜与用路人的交通安全息息相关 一旦镜面毁损 用路人无法透过反射镜观察路口情形 容易衍生交通事故 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因为我们地方上旅长 为了这禁止我们 我们里长军费上相当要得到 拿到这些公有的常务也是相当的不容易 所以说希望说大家在这个公务这方面 这个区块不要恶意破坏 蔡富贵说过去也有发生类似情形 但是没有这一次的严重 因为不仅仅是三名往立山轮山路口的凸透镜被破坏 就连往太平村193县道等路口转弯路口处的透视镜也都遭人破坏 里长呼吁请民众要爱护环境 记者高双双与正采访报道 记者高双与正采访报道